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今天要来填一个坑!今天老师来讲讲亚特兰提斯!开始之前请各位先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这样老师以后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收到通知哦! 好!说到亚特兰提斯!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老师今天就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跟大家谈谈亚特兰提斯! 亚特兰提斯,根据文献记载,是距今一万两千年前的古文明!也就是他比中华文明还早了将近五千年! 中华民族三华五帝的时间,约莫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五千六百年左右 但是这个时候的亚特兰提斯,他所让我们看到的文献中所看到他的科技跟他的一个繁华 只能让我们惊叹!为什么一万多年前就有如此大型的文明? 首先我们要先来知道亚特兰提斯的产生! 他并不是像各个的国家文明一样 是由一个氏族或是一个部落的方式衍生出来的 亚特兰提斯的成因是由谁呢? 海神波赛顿,找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少女 然后跟他啪啪啪之后,生下了五对的双胞胎 也就是十个儿子哦 生这样子很累 各位 这里要是要讲一件事情 这个在古文明 尤其是希腊的诸神 很常见到什么? 他们很喜欢跟人类的女孩子啪啪啪 无论是他的大众王之王的宙斯 或是海神波赛东 他们都很喜欢跟人类女子啪啪啪 藉此来生下半人半神 这个部分老师想到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呢? 一件事情在老师上次讲过的女娲造人里面的视频有谈过 女娲是一根众神,一起研究了、实验了70次才确定的版本 好 可以成为后来可以量产的人类 无独有偶,这种希腊诸神 他也喜欢怎么做 还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什么东西呢? 苏美王表 这个苏美王表里面记载了 他们一开始的王朝的国王 他们跟希腊神话一样 都是由神下班来统治这个世间 而每一位的君主 他至少在位两万年以上 一个国王就活了两万年来统治那个地方 后来又因为什么?大洪水 每次都是大洪水 造成了什么?时代的断层 而后面的接替君主的就是由神跟人啪啪啪 他留下来的后裔接续的去统治这个这个他们的那个苏美王朝 而这些混血的半人半神 他的理念跟跟希腊神话非常相近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半人半神的君主最多也只能统治几百年 甚至到最后面一百多年几十年后面最短只有六年 而跟上面重叠的事情 就是老师想到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北欧神话的故事 北欧神话什么?各位 你看过那个漫威的雷森索尔吗? 北欧神话哦 就是雷森索尔的原型 那这个北欧文化 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诸神的黄昏 诸神黄昏就是在天雷跟地火的战争之下 众神大多死亡了 在这场战争之中 死亡的包含雷森索尔还有战神奥丁跟恶作剧之神洛基 都死了一个都不剩 残存的神活下来了 然后地面呢 突然的升起来 让残余的神跟地面上人一起共存 一起啪啪啪 然后再繁衍后代 关于诸神的黄昏 如果各位有兴趣 请在下面留言 老师会再做一个专门的视频 来跟大家讨论 而这三件事情 老师发现一件就是什么呢 他们在在的表示 现在的人类是经过神明的基因改良 才会继续的繁衍下来 而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再去研究跟想象还有探讨的空间呢 还是回到我们亚特兰提斯 这个古文明跟其他古文明可是不一样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亚特兰提斯的文明 很多世界上很多的考古学家都声称了怎么样 他们自己找到了亚特兰提斯的遗迹 但是有这个可能吗? 哦这到处都是亚特兰提斯 虽然就算是亚特兰提斯 他是可以飞的 可能就是像那个什么拉普达一样 他是天空之城 但是也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留个遗迹嘛 有些还在海底 有些在岛屿 有些在什么南极 这不大可能吧 但是这里面 老师找到一个可能可以延伸去思考的可能 是什么呢? 这个秘密就记载在亚特兰提斯的文献里面 有一件大家可能比较忽略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 里面记载的海参波赛顿把这个王国分成十个部分 交给了他十个儿子所管理 其中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众王之王 也就是波赛东这一次啪啪啪的大儿子 叫做阿特拉斯 也就是阿特拉斯 而这个巨大王国 也因为他是阿特拉斯当众王之王 他就叫做阿特拉斯 亚特兰提斯 而这个大王国就有点现在什么? 像现在的美国 为什么? 因为一般状况之下 这十个王是各自管理各自的区域 就像美国现在每一个州 各自有各自的法律 再由中央政府五年一次的中央政府的会议 就像现在的中共的十九大二十大一样 来做整体性的管理 这就是亚特兰提斯的政治体制 而他的土地到底有多大? 根据文献记载 海神菩菜顿将整个大王国大陆平原分成了九万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都设有其他的小指挥官 那他总共的这个十个王可以调动出来一百二十万的大军 一百二十万了 以这个规模来看 你能够有调动一百二十万的大军 那你国家人口数可能至少一千万 甚至到两千万以上 要包含了各种农业啊 或是各种的产业工业 这大小区域 大概老师猜了 这老师个人的猜法 可能会跟现在的澳洲差不多 因为澳洲现在人口数也大概两千多万 那由上一篇老师的视频火稀男孩大解析里面 各位就知道了 这个古文明是一个开挂的古文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完全不用去烦恼能源够不够用 他们不用反核护家园 也不用烧煤肺结核 他们的能源主要是由他们的太祖皇帝波赛顿 给他们一颗什么叫做磁欧石的东西 他是六角形 而且吸太阳就可以怎么样 就发出无限能源 变成这个能源是完全无限量供应的 吃到饱了 刷这个能源 大家都知道 海王波赛顿的武器是什么? 三叉杖 这个三叉杖有点像蛋糕叉 这三叉杖威力无比 可以翻山倒海 但是这个三叉杖真的是波赛顿的吗? 老师去考证过 其实这个三叉杖并不是波赛顿的东西 也不是他做的 这三叉杖是谁给他的? 老师去考证这个希腊神话之后 才发现这个三叉杖是他老子克罗洛斯的死敌巨人 独眼巨人 所给他的 所以说这三叉杖并不是波赛顿 他自己所拥有的神器 而是巨人给他的 那这个部分对巨人 如果大家期待神话 有些很复杂的地方 如果各位有兴趣 一样在下面留言 老师会开一个专门的视频来跟大家谈 但是你说到这里 你有一直看老师视频的 你各位有没有觉得哪里有怪怪的地方? 没错 这个地方就会发现巨人这个这个名词 这个种族根本就不只存在于希腊 包含了女娲女娲娘 她的老婆 华旭氏 会生下福西跟女娲 也是因为踩到什么巨人的脚印而怀孕 而刚刚谈到了北欧神话里面的诸神之黄昏 要去毁灭阿斯加的元凶啊 造成这个诸神黄昏的也是巨人 所以为什么巨人都会存在在各国不同文化里面都会出现呢 是不是早期的人类根本就是巨人 只是后来基因被改良了呢 好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亚特兰提斯 这个持欧时的力量啊 让整个亚特兰提斯繁华又复数 这也难怪 他内内的他的店不用钱 你要用多少用多少 哦 一整个屌打其他古文明 就像什么 就像你吃饭不用钱 或是有一个每天生钱的聚宝盆一样 根本就是天上吊馅 白菜不用钱一样开挂 这样强盛的国家 根据文献记载 他们的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 他们当时不但可以去什么练 叫做三铜的一个特殊的金属很坚硬之外 他们的造成技术 居然可以造出一个 据称有三段奖的巨大船只 而这三段奖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奖要分三段? 这老师去考证了 不过不好意思 老师才书学前没有考证出来什么是三段奖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名字的话 一个奖都可以分三段 那他的船的吃水量 顿位数应该不亚于我们现在近代的那种大型帆船 而这样复述的城市 根据文献记载 它是不孤单的存在 怎么说呢? 这个亚特兰提斯内往来进行贸易的 而且临近国家来纳共的包含了现在我们知道的埃及以及叙利亚的商人 他们是非常的频繁进出这个亚特兰提斯 也就是说这个大型的王国会让同样强盛的古文明 埃及跟叙利亚这样强大的古文明都来进行外交 那这个强盛的程度 应该是不会比现在美国差了 而这样用电免钱的开挂国家 为何他一瞬间就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呢? 根据文献记载 亚特兰提斯 从死亡开始开始传到了后代 因为过得太爽 国力太强 就慢慢产生了什么?制度上的腐败 而且他们的骄傲心 让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 他们不应该只有只拥有这个亚特兰提斯 这个强大的王国 而是应该是这个世界应该只有一个王国叫做亚特兰提斯 所以这些愚蠢的后人新王们就开始准备了什么战争跟侵略 他们第一个瞄准目标就是哪里呢? 就是他们的远亲 什么远亲呢?也就是他们的太祖皇帝波赛顿的哥哥宙斯的女儿雅典娜所管理的大国雅典 他们也想要有雅典来当做什么?他们侵略的第一步 按照亚特兰提斯的国力 其实应该可以完全屌打当时这个还在研究怎么写诗怎么盖房子的古牙典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样子可不得了了 怎么说呢? 这个举动不知道是不是去惹怒了他们的太祖皇帝波赛顿 因为怎么说呢?以前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惹怒波赛顿呢?这有个有一个典故 就是雅典这个城市本来是波赛顿他想要去抢的 结果呢 他跟雅典娜在去比赛的时候 那众神见证之下是雅典娜赢了波赛顿 所以是说这个雅典的国家是归了给雅典娜 那如果你都已经输了 然后你也也正也认同是输了 你现在的子孙又跑去打雅典 那是不是给其他神笑话说啊干!你输不起了 会不会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因的 这老师个人在猜测了 在这个亚特兰提斯超强大的部队要去靠近雅典 准备来打一场非常悬殊的战斗的时候 一个大洪水把亚特兰提斯的军队全部都给吞灭掉了 而在之后就没有人听过关于亚特兰提斯的传闻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点 亚特兰提斯 他是个拥有什么?百万军队的强大国家 可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根据文献 他要他的死亡的国家设定 他就是有什么?有十个王都 这个王都如果换成现代的计算距离的方式 每个王都他都属于什么?三环式的建设 这三环式的整个全部加起来 他的直径 却只有23.5公里 很窄哦 这个大小像什么呢?老师比对了一下 大概哦 就像我们台湾新北市板桥区这样的大小而已 而地载人愁的板桥区 他的 我们的那个人口数也才55万人 若是把十个王算在内 他们也顶多只有六百万个 六百万的人口数 而这样的状况 又能有这么压大的军队 他们除非他们才什么? 第一个全民皆兵 不然就是他们的佣兵 他们的军队佣兵是外聘的 那这比较不可能 因为他们的武军势力太强大了 那比较可能就是他们的王都以外 王都内 这个是他们众神之城 王都以外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般的农民百姓了 那这个状况就比较可能 而回到这样一开始的论点 目前能够疑似亚特兰提斯的遗迹 就是因为他的23.5公里 这样大小符合了世界上很多地方 所以是说 大家都觉得那可能是亚特兰提斯 那现在发现的遗迹包含了什么? 沙哈拉沙漠所发现的沙哈拉之眼之外 还有包含哪里呢? 还要包含了法国的塞浦勒斯 南极 克里特岛 植布罗陀 以及爱尔兰 还有西班牙的加德斯 跟美洲 最后大家能够发现到有类似遗迹的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大西洋的海底 而大西洋就叫做阿特拉斯 大西洋的英文就是阿特拉斯 而这九个地方为大家所怀疑的都是亚特兰提斯遗迹 所以大家要想一件事情 刚刚老师一开始讲到 亚特兰提斯是有几个王组成的 十个 所以这九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真的都是亚特兰提斯的其中一个王都呢 如果是 那也再正常不过了 那九个都找到了 那第十个在哪里呢 根据老师的猜测 他可能来到了当时的黄河六域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 老师有考证过 发现了我们的中华文明跟亚特兰提斯 可能有一点点的相关 好 那这个问题的老师会留在下一次 然后再跟开个视频跟大家讨论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可能跟亚特兰提斯有关系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请各位务必要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够收到通知哦 好 那我们的本页面下方呢 好 有老师一系列的推荐视频列表 各位请可以去看看 在最下方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需要老师专业命理咨询 可以在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记得按订阅哦